和威瑜一起看時間 大家好 關於趙恩吉的死 雖然至今警方也沒有結論 趙家即便發了這個復告 也都是一些官面上的話 倒是民間不斷的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傳出來 給人們推測趙恩吉的真實死因 丟出一些旁證 坊間倒是各種死法都提到了 中共的車禍說 警方的事故說 還有民間的自殺說 陳唐滅口說 斷尾求生說 你看我一口氣都能夠數出這麼多不同的死法 不要怪大家太八卦了 主要是因為這個信息不公開 人們就只好做出各種猜測和推測了 我覺得只要是邏輯自洽 合情合理 都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些可能的情況 主要是趙恩吉死後 身為趙恩吉丈夫的布雷耶 表現得太冷漠和奇怪 甚至連這個復告 都是好像跟他沒什麼關係 是因為他們是二婚 還是因為別的原因呢 布雷耶對中國投資態度的改變背後 有著更深層的原因 我們稍後來詳細說 先跟大家來推薦一款非常好的保健品 普瑞唐玄寶黑芯原芯 為什麼要跟大家推薦這款原芯呢 因為它的品質是絕對有保證的 首先這都是韓國六年生的高麗芯 按照四百年的古法 經過六十天九爭九鋪純手工製作的 各大品項加的就被挑選出來製作成這種原芯 而品項差一點的就拿去製作口服液了 這裡面是沒有任何防腐劑 開袋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比起我之前給大家推薦的玄寶黑芯口服液 那它的功效是加強版的 每一顆原芯都相當於五到六代的口服液的功效 每顆原芯都是獨立真空包裝 一盒裡面大概有15到16顆原芯 總進重超過525克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擔心火氣太大了 其實普瑞糖的玄寶黑芯和口服液呢 它都是屬於比較溫和的補品 適合任何體制的人 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享用的 另外普瑞糖百分之百純素植物油 對於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消除疲勞 清血管 降三高和膽固醇等等 都是很有幫助的 現在生活太好了 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這方面的毛病 那希望我推薦的這些好產品呢 都能夠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的享受生活 那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點擊我們影片下方的鏈接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WY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好 我們言歸正傳 有幾個信息呢 可能大家都從其他頻道聽說了 那為了我們節目的連貫性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首先是海曼資本首席投資官凱爾巴斯 他在爆料趙安吉死於一處私人牧場之後 最近又在X平臺上連發了8條推文 對於趙安吉的死發出質疑 他說趙安吉死亡地點 位於美國參院少數黨領導人 麥康奈爾和趙小蘭擁有的私人牧場 趙安吉的家人沒有要求施檢 監控影片顯示 趙安吉的特斯拉車倒車的時候 猛烈地越過了障礙物 進入池塘 凱爾巴斯還稱趙安吉的家人 將此事件判定為意外死亡 並且在發生可疑死亡事故之後 立即將趙安吉的汽車 要回了家人手中 然後對趙安吉進行了血液檢查 然而詭異的是呢 貼文顯示 凱爾巴斯一共貼了8條推文 但是X平台上只顯示了前2條 後面的6條被刪了 幸好有網友已經截圖了 凱爾巴斯在後面的這個貼文中表示 當地人告訴他 趙安吉離期死亡一周前 事發牧場的工作人員 遭遇大範圍的解雇 而當時也正是趙安吉丈夫布雷耶的投資公司 IDG Capital被美國國防部列為 中共軍事公司之際 那從這些細節來看 趙安吉的家人對於他的死 表現得相當低調 並不希望外界知道趙安吉的真實死因 趙安吉到底是事故 他殺還是自殺呢? 至少自殺說是可以排除的 因為台灣前立委吳欣營 2月14日在臉書上貼文透露 趙安吉在出事的當天 也就是2月11日 答應來台灣參加小孩的抓舟儀式 這說明趙安吉沒有自殺傾向 台灣星光集團的第三代 被台灣人稱作是星光公主的吳欣營 2月14日在臉書發文透露 吳兆兩家是世交 她和趙安吉更加是好友 閨蜜 2月11日他們才互傳信息 約好了下個禮拜 安吉拉到台北來參加我寶寶的抓舟儀式 我正期待與她的聚會 沒想到這個約定 如今已經永遠無法實現 吳欣營還分享了她和趙安吉一起騎馬的合照 大讚趙安吉聰明好學 幽默 又很會替人著想 還指出兩個人有著類似的經歷 她說 我們倆都是有兩段婚姻 是職業婦女 也在家族企業工作 有許多經驗可以私下分享 兩個人人生中的起起落落 都有彼此陪伴與參與 她是我的閨蜜 也是我的糧食益友 一起去旅遊 同時都熱愛馬術和藝術 她還說 他們是三代世交 兩個人同樣對於公共事務充滿熱情 還有許多想做的事情 可是令人惋惜的是 趙安吉卻在這種 措手不及的情況下 離開人世 大家看 趙安吉在11日當天高興答應了 要回台灣參加閨蜜 吳欣營小孩的抓舟儀式 這說明她並不知道自己活不過當天半夜 可以推斷 她的死亡絕對不是自殺行為 那麼 事故說有可能嗎 趙佳仁對外宣稱是一個意外 就是一個事故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中共的財新網 在第一時間就轉發報導了一個小道消息 說趙安吉死於一場車禍 那這說明不論是中共還是趙佳呢 都希望將輿論引導到事故或者是車禍 那麼事故說還有幾分可信呢 當然也不排除事故的可能性 就像有網友推測說 如果資訊可靠的話 那麼可以推斷的一種情況就是 趙安吉是為中共說話的人 她的丈夫聽從她的建議 給中共投巨資 結果呢 美國和全世界都反共 她丈夫的公司被美國列入了黑名單 投的錢打了水漂 還遷路於她 丈夫跟她大吵一架 她情緒激動 半夜離開家 倒車的時候不慎落水 但是丈夫和其他人正在氣頭上 因此只打電話報警 並沒有伸出援手相救 事發以後 全家人覺得家醜不可外揚 決定隱瞞此事 你們覺得這位網友的分析有幾分道理呢 那有一點呢 在趙安吉出事之後呢 她的丈夫布雷耶確實是沒有表現出 任何的情緒波動和說法 就像一個跟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樣 那麼趙安吉跟布雷耶之間出現裂痕的可能性 並非不存在 畢竟呢 趙安吉和趙家深耕中共政商界多年 趙安吉不僅僅是中國銀行的獨立董事 還是中國傳播工業集團 CSSC的董事會成員 而CSSC在2020年因為幫助中共海軍 建造艦船和武器 而受到美國政府的制裁 流亡美國的中國病毒學家 顏麗夢在凱爾巴斯的推文下跟帖說 事實上 趙安吉最重要的頭銜 是CSSC的獨立董事 而不是中國銀行的董事會成員 CSSC是中共軍方擁有的造船企業 包括為中共開發和製造核潛艇 例如去年8月在黃海發生事故 並且造成50多人死亡的093-417核潛艇 就是由CSSC葫蘆島工廠製造的 2023年亮相的朝鮮第一艘核潛艇 巴斯1號也是由CSSC製造的 巴斯也說 趙安吉是中共黨員 趙家和趙安吉跟中共之間的關係 已經是數大根深 盤根錯節 很難釐清了 但是趙安吉的丈夫巴雷耶不一樣 巴雷耶她跟趙安吉的婚姻是二婚 兩人之間很有可能是由於某種利益關係 而遞接的利益婚姻 布雷耶她作為風險投資家 是屬於美國全球主義組織中的一員 從她在達沃斯論壇的發言和表現 就可以看出她暫停對於中共國投資18個月 這一點完全是跟隨全球主義利益集團的一個戰略部署 我們很早以前就說過 中美之間的關係已經從過去的蜜月合作關係 走到今天的競爭關係 主要是習近平對於東升西降的執念 覺得中國現在強大了 可以主導國際秩序了 想要跟原本二戰以後在全世界擁有 國際秩序主導地位的美國 以及其盟國的那些全球主義利益集團 來搶奪規則制定權 這一下就讓美中關係發生徹底的改變 全世界都在從中國撤出投資 所以布雷耶過去在中國所有的投資 都因為這種地緣政治關係的改變而改變了 如果趙恩吉至今仍然代表中共的利益 而布雷耶代表的是美國全球主義者的利益 那麼這個家庭的關係肯定會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 趙恩吉跟布雷耶之間因為中共施壓 而發生衝突就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在姐姐趙小蘭和姐夫麥康奈爾的牧場 跟家人發生衝突大吵一架 然後分而離家出走 黑暗中倒車 加上她情緒激動 掉進水塘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樣的情況構成事故就可以成立了 如果因為衝突而出走 家人沒有預料她會出事 因此施就也不及時 這樣也是有可能的 而她殺的可能性是目前各類分析中最多的一種推斷 新聞看點的主持人李沐陽2月21號在節目中表示 有網友向她爆料指趙恩吉出事之前被FBI約談過 趙恩吉出事當天到那個私人牧場和中共的海外特工進行談判 談判失敗以後 中共特工按照上面的指令殺人滅口 在此之前 網路傳出消息表示 趙恩吉想要金盆洗手 退出中共的一些事情 但是趙家捲入的太深了 有人不想讓她退出 兩邊談崩之後 趙恩吉就遭到了不測 尤其是特斯拉倒車乘堂的情況 更有可能是趙恩吉已經死亡 或者是昏迷 特斯拉被設定了自動駕駛 而倒車乘堂製造事故現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家想一下 趙家一不肯做施檢 二馬上又拿回特斯拉 然後還給趙恩吉做血液檢查 這些就可以解釋得通了 因為不論是屍檢還是對特斯拉車子的檢查 都極有可能暴露趙恩吉的死到底是其他原因 還是成堂逆亡的 還有分析說 趙恩吉是航運巨頭福茂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 還是中國銀行的董事 她的丈夫身家超過29億美元 此外 根據福布斯網站 趙氏家族身家超過140億美元 那這種超級富豪家中的女主人 平時出門一定是有司機和保鏢跟隨的 而出事的當天 是中國新年初二 天空沒有月亮 在月黑風高的大半夜 趙恩吉撇開司機和保鏢 獨自開車到荒山野嶺 第一 這說明她獨自開車外出要處理的事情 不能讓司機和保鏢知道 尤其是不能讓美國政府知道 第二 她對於這次即將會面的對象是信任的 出門之前她沒有意料到有危險 所以沒有帶保鏢 她更加沒有想到此番外出有去無回 第三 趙的丈夫對於趙外出跟誰見面也是知根知底的 所以放心讓她獨自離家 第四 這是趙恩吉丟掉小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對於中共邪惡的本質和殘忍程度認識不清 那可以推斷她出門會面的對象 如果是中共海外特工的話 很有可能之前雙方就已經接觸過 而且還獲得了趙恩吉本人和家人的信任 而趙恩吉出事之後 她的丈夫 還有她的父親 以及她的大姐 美國前交通部長和勞工部長的趙小蘭 和趙小蘭的丈夫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等人 全部都隱身閉口 隻字不提 外界從他們的舉動可以嗅出緊張和不安的氣氛正籠罩在趙家 他們在怕什麼 難道他們也受到威脅了嗎 趙恩吉究竟是事故還是她殺 我們只能去分析 相信更多的內幕和細節都會被披露出來 跟中共合作無異於羽狼共舞和魔鬼做交易 總有一天會栽倒 趙家再有錢也保護不了自家公主 趙熙成白髮人送黑髮人 她當年在中共的新浪網 接受瑞成剛的採訪 說他們家為了進入美國主流社會 十分重視教育 今天她會後悔將自己親手栽培教育出來的優秀女兒葬送在中共虎口嗎 好 今天我們就分析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